好 主播各位观众大家都在关心边境松绑路径政策何时能再宽松 刚刚疫情指挥官王毕胜上广播节目就提到了 零加期最快十月中旬就能开始 而且会朝后七天可以外出用餐或是搭乘大众外交通运输工具 那最快下一周这个路径者拓役筛减就能改成是这个自主防疫筛减了 那我们也来听一下刚刚的访问 相关的这些讯息待会行政院会开会 那做这个决定 决定之后在会后的记者会会跟大家说 可以稍微透露你广播有讲说可以外出用餐 这些是我们在调整自主防疫的调整的细部的一些事情 因为要因应说我们有观光客进来 那如果不能用餐的话这些事会造成很大的不便 那就比方没有实质开放 但是也有相对应的这个管制 口罩政策的部分的话是在影响上路之后 之后 之后 我想口罩政策会比较晚调整 对脱离筛减我想我们会倾向于把它取消 改用这个这样快筛 发放这样快筛自己做检查 那就会宣布实陈吗 然后10月10号到15号会形成 待会就会宣布了 至于口罩佩戴王必胜认为戴口罩相对来说 国人配合度高是简单又有效的防疫 会比较晚来解除口罩令 而且会分阶段来做 现在是都要带某些情况不用带 之后会改成都不用带某些情况要带 那相关的入境松绑细节 还要等行政院会议后公布 以上现场最新把时间先还给 棚内主播